华语歌坛天后陈佳话 在参加综艺节目《成分破浪2023》期间 因一则微博贴文引发争议 她在分享表演测拍照片时 原文中使用了组团22年还没这么女过的词句 被部分网友指责存在性别歧视 并认为她将女性的特质局限在了某些刻板印象中 针对这些质疑 陈佳话随后悄悄地将文案改为组团22年还没这么填过 意外地引起了更多的关注 一些网友认为这是矫网过阵 为她抱不平 而一些网友则表示她本应该使用更准确的词汇 如甜美 温柔 可爱或漂亮 而非将女性的特质简单地归结为女 陈佳话在这场风波中的表现备受关注 她没有对质疑尽心回应 而是悄悄地盖了文案 似乎在试图避免争议 然而她的这个举动也引起了更多的讨论 让人们开始思考什么是正确的说法 什么是被认为是性别歧视的言论 这起事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 让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论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的问题 同时也提醒了公众人物在发言时应更加慎重 避免使用引起奇异或争议的词汇 让言词更加准确 更加尊重人性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